新冠肺炎疫情近日在香港再度爆发 每日确诊个案持续上升 一出现多宗源头不明个案 严峻的防疫抗疫形势之下 香港特区政府引入两间内地私营机构 为涉及于40万人的高危群组 进行免费新冠病毒检测 其中一家机构是华大基因开设的华生诊断中心 香港华大实验室经理王世华 近日接手香港中东肉专访时表示 目前实验室每天可检测约5000个样本 仅用半日就可出去检测报告 希望能够帮助香港控制疫情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四个高危群组 包括安老院、十四、物业管理员及第十四机 王世华告诉记者 华大基因现在主要负责为安老院及第十四机两个群组 提供病毒检测 检测工作已于上周开始进行 现在最大的难关就是怎么样去採集这些人本 现在我们採集这些人本 我们外拼很多专业的护士 是上门採扬的 收入印本 做了登记录印本之后 就做一个灭活 就是要将病毒去彻底杀死它 跟着由中间的传递窗传过去做一个RNA提取的过程 提取完之后 就是转到第三个窗做检测 所以三个不同的区域去进行检测 一天最少可以做到五千的 我们在短期之内可以提升的 目前香港多数医院及诊所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采用的是外国试剂 成本相对高昂 检测费用一时不费 价格一般在一千五至三千港币 王世华表示 华大基因在2020年初 已率先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研发 并迅速生产 供应全球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 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应急使用清单 他提到 华大基因正在筹备建立试剂盒的香港本地生产线 以及数月内投产 我们这里大楼里面 已经建造一个生产的工厂在这里了 现在已经完成了建造 现在正是积极在做这个研修的过程 跟着我们就会正式投产 在很短的时间以内 这个事实核就是Made in Hong Kong 王世华谈到 受疫情影响市民的病毒检测需求激增 建立香港本地生产线将进一步降低检测成本 缓解检测压力 他认为疫情之下 生物科技公司应承担几社会责任 尽快找出社区中的隐形传播链 令市民生活早日回归如常